赵邝映真的死于竹银俯身吗 赵邝映 赵邝映这两名字太绕 这里也没有他们大哥赵邝纪的事 就不讨论 暂且把赵邝映 赵邝映 叫做赵大和赵二吧 先说结果 赵大死于竹银俯身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博主我也姓赵 说不定还有可能是赵大和赵二的后人 但我认为赵大还算不错 但赵二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咱们先说一下赵大是如何上位的 王智在他的末季中记载 公元959年 王普和周世忠 柴荣两人在开封的武藏河边 看到对面有火轮 我的理解是飞碟 飞碟上面还站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用手指着他们 王普急忙拉着柴荣下拜 然后飞碟就飞走了 事后王普普着说 陛下已经看到了 我也没什么说的了 没多久王普就死了 同年的6月19号 柴荣也死了 甚至有人怀疑 他们是看到了飞碟 感染了放射性的物质才死的 但是这个就有点扯 不过我也能理解 在那个年代 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 只能理解为神迹 或者说外星人 王普死的时候是54岁 在古代来说很正常 但柴荣当时才39岁 虽然在古代来说 39岁去世也属于正常 但有两个不寻常的事情 第一财荣生病后 把妹夫张勇德的殿前 都电简的职位给了赵大 有人推测可能是财荣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怕张勇德穿位 才做出这样的安排 但是你把赵大提为都电简 赵大就不可能穿位吗 说起来就算张勇德穿位了 说起来还是一家人 肉也是烂在锅里 如果赵大穿位了呢 第二 赵大登基后 有一天指着王普的画像 车车身上的龙袍说 此人若在正不得此袍 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人不死 这是龙袍 跟我没有关系 这是单纯的感慨 王普厉害 还是王普的死 跟他有关系呢 王普和财荣的死 和赵大有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证据 但赵大乘巧并变这事 是可以做死 是早就计划好的阴谋 公元960年的大连初一 大家都在欢度春节 突然有边关的探子来报 说气大人打过来了 路队友宰相范智王普 马上就点了十万大军 让赵大带着去御敌 咱就说十万个人出门旅游 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好歹也把吃的喝的准备一下 这不是一时半会都能搞定的 但赵大 正夜初二就领军出征了 只走了四十里 到了陈娇义 就停下了 上演了黄袍加深的戏码 正夜初三 回到开封城 正常来说 穿位了就成了敌人 那开封城如果四门紧闭 兼臂亲野 守城也能守好几个月 但是守城也是赵大 早就安排好的人 使守信 王守齐等 根本就不用打 直接就进了城 只有寒通一个外马 不知道什么情况 舍身报国 然后被杀 正月初四 小黄历就宣布 上位给赵大 不过赵大 也算够意思 没有杀财士的后人 公元961年 杜太后病重 与赵大立下了金馈之谋 说如果赵大出了意外 儿子太小 长不了权 祖少国宜 防止城桥兵变的旧式重演 要闯外给弟弟赵二 赵二再闯回给四弟赵廷美 然后再传回给赵大的儿子 当时杜太后说这个话的时候 赵大的儿子还小 但赵大死的时候 他儿子已经25岁了 赵大有没有动过改裂儿子的心思呢 我们不知道 公元976年10月20号的晚上 天空下起了额毛大雪 赵大请赵二进宫 秉退了左右和赵二两个人在房里 喝酒吹牛 有人看到房间上窗户的影子 赵大拿着斧头在砍赵二 赵二不停地在躲闪 还听到斧头戳在地上的声音 并大声地说 好好做 这就是所谓的足影俯升 事后不久 赵大就上床睡觉了 有人还听见他憨声如雷 有传言赵二跟赵大 晚上是一起睡的 但按宋朝皇国女的规矩来说 这个不太可能 另外如果赵二要杀赵大 除非一击必重 不然赵大随便一喊 赵二就将被冲过来的 侍卫们乱到砍死 第二天赵大驾崩 赵二是从外面进宫的 只是比太子抢先一步进入皇宫 吓得皇后一愣 还好老子赚得快 连呼五母子之命 皆托于官家 皇后和皇子都没意见 那自然赵二就合理上位 事后赵大的两个儿子之死 跟赵二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有 赵德昭可以说是被赵二吓死的 赵德方年纪轻轻就得了心梗 这个不太合理 这件事我觉得也要记在赵二的头上 其实从最后赵二当皇帝的结果来看 有没有主隐辅身 已经不重要 最多只能证明赵大 是自然死亡 还是他杀 但最后获利的都是赵二 但有金窥之盟的存在 赵二上位也不算创位 虽然赵大的儿子已经25岁 可以继位 但由于赵大死得太急 没有留下遗赵 赵大夺了财龙固儿寡母的皇位 他弟弟又夺了他孤儿寡母的皇位 天道好轮回 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后来赵大的后人 完颜够又把皇位拿了回来 就是天道轮回 赵大上位后没有收服燕云 反倒开始了几十万的士兵 这名赵大 确实没有什么雄才大略 宋太宗和唐太宗 明太宗的能力相比起来 相差甚远 明太宗 有限的能力相inhos 在下 Zur Per